一场天灾造成无数百姓死亡 因曹地府鬼满为患 鬼魂们争先恐后赶着去投胎 判官长手脚病用也忙不过来 场面一再失控 鬼王见状决定去阳间 阻止牛头马面将鬼魂带回地府 不负责任的一句话 天地间多了无数鬼魂野鬼 上集说悼念奴做噩梦 祈祷上天保佑阎罗平安 起身时不小心踩到裙子 直接向前栽去 正好被经过的鬼王扶住 当念奴起身时 他的美貌把鬼王眼睛都看直了 只是这么一眼 念奴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另一边阎罗终于到了东方 却误闯红毛妖怪的领地 妖怪让他滚出去 阎罗说自己一定要找到女娲娘娘 转身就爬假山 爬到顶时才发现是石龙头 一阵剧烈晃动 阎罗被摔到地上 还被石龙的机关喷出树泥远 死地不亦久留 阎罗想逃出去时 一个树妖出现 换出石人花 将阎罗紧紧裹住 吃掉了他的双腿 树妖施法弄瞎阎罗的双眼 已然伤成这样 阎罗还是坚持要爬着去东方 他为了百姓不怕生死的勇气 感动了女娲娘娘 兰花指一弹 阎罗恢复了光明 被吃掉的双腿也变回来 得知是女娲娘娘 赶紧下跪 来 我带你上天庭当神仙 不 我不想当神仙 为什么呢 多少人梦寐以求想当神仙 而你却不为所动 正因为洪水泛滥 我更不能弃灾民不顾 而去当神仙 阎罗的心怀天下再一次感动女娲 让她寻找千奇百怪的玉石 女娲娘娘对着这些玉石 施展法术 玉石神奇地汇聚成一个能量石 被推送上天 捕住了不舟山的大窟窿 堵住了天柱水 百姓们得救了 这就是后人传颂的 女娲捕天的神话故事 念奴得知消息喜极而泣 而她更担心的是丈夫的安危 回到地府的鬼王 天天偷看念奴的隐私 却不解相思之苦 旁边拍马屁的两个鬼差 给鬼王出了个主意 只要让他死了 接到阴间里来不就行了吗 鬼王看到了希望 让两个鬼差立刻去办 念奴来山上挖野菜 因太思念阎罗 魂不守舍地走到钱财主的地盘 监公认出他是财主惦记的念奴 于是跟踪他来到住处 钱财主得知念奴的下落 让监公把他抓回来 两个鬼差来使坏 让念奴梦到阎罗被人杀害 惊醒后的念奴 来到梦里阎罗出事的地方 两个鬼差引诱念奴 看到阎罗用过的石斧 念奴以为丈夫真的死了 心灰意冷 决定去阴间与丈夫团圆 解下腰带准备上吊 可念奴刚掉在树上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闪电 正好挤断腰带 念奴被摔晕了 鬼差近身一看 发现念奴没有死 也没有办法锁魂 他们回到地府交差 被鬼王劈头盖脸一顿骂 让他们继续回到阳间找机会 既然上吊死不了 念奴准备把孩子生下来好好活下去 钱财主却带人把他抓了回去 把他关在小黑屋里 这个老流氓一进屋就脱衣服 朝着念奴就冲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